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节目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休斯顿某处 是咱们中国著名的球星,篮球球星巴特尔的家 我们将对巴特尔进行一个专访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巴特尔,你好,你好,你好 我在等部坐车 欢迎,欢迎,谢谢 好,我们请 好,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到一提到八点 很多人想到您在NBA的表现 特别在美国 我们当地很多华人 你是我们第一位从国内来到NBA 然后打先发的这么一个中国的球员 能不能坚持你小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学怎么想着打篮球 然后从几岁开始 我这小时候跟篮球结缘还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机会 因为我的家是在内蒙古俄尔多斯 我真正是在草原上长大 长大这个十岁 当时在草原上 然后因为一个很巧合的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 有一位教育系统的领导在 等于就我的小时候上的小学在草原上 到最后这个学校来视察了 来过来调查了 然后在偶然当中发现了我的身高 因为当时我的身高确实是要比其他台里高很多 大概是在一米八二米八三的 那个是九岁是这么高了 不到十岁 然后等于就比校长还高一通 所以当时因为上面领导来了 学校也在组织做广播体操 都知道这个 然后因为我个儿高站在最后一排 然后这个领导就说 那位老师还很好 跟着学生一块做错 然后我们校长说 那不是我们的老师 那是我们一年级的 当时领导很诧异 或者是很不敢相信 现在回忆起来是应该这样 当时他们是跟我这么说的 过了三个月吧 就这个内蒙古体育队的 内蒙古体位的一位篮球教练就过来了 田律条条就过来看这个 过来看了以后确实是需要 说是当时就要拿走 当时还出校就具体干什么项目 都把这孩子拿到这个时候 拿到体育以后 也许是搞田径 也许搞排球 也许摔跤 也许篮球 什么都说不定 先拿过来教练们再跳 后来还是篮球 我一开始我就老开玩笑 一开始是篮球选择了我 然后才我 所以当时这情况下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自己想的 不知道 因为我完全不懂 在这个之前 可能也没打过几次篮球 也就是学校一个破担框 但是我根本就想不到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当时去了以后 才开始一个 属于一个系统的 也不能一开始一两年也没有系统 因为毕竟年龄太小了 没法跟那帮大孩子一块练 一开始也是每天跟着这帮哥哥们玩 然后要不然跟女男一块训练 完整就是 因为女男的训练量不会很大 跟他们练一些基本功什么的 所以说一开始两年还是在 慢慢 因为当时他们也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科学 不能让孩子 必定还没有 身体没有长 因为我当时去了以后 他们就把我带到北京 去做测股龄去了 OK 然后说这孩子到底以后能长多高 当时以后大概是我现在的高度测出来 所以说他们可能有这长期培养 或者长期这种打算 然后后来大概一年半以后吧 这个很不巧就是内蒙三大球解散 因为当时有这全球会的这种偏向偏重的这种 行事吧 大环境 然后就把足球 篮球 排球给解散了 然后就把我送回到家了 就回俄罗斯了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可笑 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按指标 因为我当时去了内蒙队以后 就成为正式球员 然后有指标 有工资 所以说这个机构没有了 就这个机构就发挥俄罗斯 说你们给这孩子安排工作吧 当时安排工作 俄罗斯说十一日 十一日到来干什么工作 对啊 有指标有指标 我们也没法安排工作 这个也不是玩笑 当时一个现况 然后大概在家待了三个月吧 大概三四个月后 我的一位教练 等于刚才我说的 我第一个伯乐就是那位教育局的领导 这应该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位伯乐 没有他可能就没法今天 所以后来还有就是我这位教练 联盟队教练 他把这个球队有两个非常好的 这个有前途的孩子呢 一块带到了北京 就现在的北京队 北京青年队 大概86年那时候 不到87年 就到了北京队 就开始真正的职业生涯开始了 然后当时在北京队带了多久 北京队从应该是从86年到05年06年吧 但那个时候那之后就直接从北京 你是从北京队到的 到了NBA 去了新疆 先从北京队先来到美国 对啊先来美国 然后从美国回到北京队 是是是 然后从北京队又去了新疆 那来美国当时是到NBA是怎么一个过程 当时这也是当时因为我们的中 这个我们的CBA的联赛发展很迅速 然后和中美和美国NBA之间 包括跟这个 毕竟美国篮球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 最高的这个水平的这个所在 所以说我们中国篮球可能更多的 跟美国篮球有这么一个交流 因为我们的职业化一直在进行 所以说呢可能跟他们学习借鉴 所以有更多的机会和NBA的接触 然后也是不光是有种形式接触 可能有球员的也不能说 那时候就有感觉大家 比如大致是第一个来的 我是第二个来的 那时候我们这几个呢 怎么说呢心里有点 就有那些自己有点想法了啊 如果占组一头 会不会能够到NBA去发展 正因为有了前面的这种职业改革 然后让我们这些球员敢去想 这个有没有去NBA尝试一下 所以我就跟他们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是选秀进来的 我是属于是一个26岁27岁 一个自由球员过来 所以可能我 我可能比他们还少难点 所以说这个也不容易 也确实是 虽然在NBA没有取得很大的 很好像大摇这种成绩 但是确实是在这几年对我的这个 后来的职业生涯 包括整个对我的这种 这种这种职业 包括对篮球这种理解 可以说是有一个质的提升和帮助 所以说呢 确实是在这个地方 要不然也是高水平 确实是我们以前所没有感受 和没有看见 和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方面 在这里可以说是某所登开了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NBA的这个Draft这个选秀上面 有两位中国这个球员给选中了 一个是周琪 一个是王志宁 那您对他们有什么这个期许 或者有什么这个好的一些建议 首先我是感觉非常高兴了 也非常替他们感到骄傲 作为我们从事中国篮球这些人来说 有同时两位选手选上 这也是能够展示我们中国篮球改革的一个 职业上职业化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是我们努力的这个所取得的一些 怎么说呢 一些成果嘛 作为这俩孩子来说 有这样的机会 我的建议就是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把自己武装好了 再上这个舞台来 不能说这儿烧两句那儿烧两句 我可以说他们现在不具备的NBA的视频 OK 他们选它 所以他们有很好的潜力 如果他们自己能够去很好的 开发 很好的去 能够开发自己的这种潜力 能够很努力的去 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各个方面的素质 并不能说有口号了 那不行 那光有 或者是光有一身的条件 能跑能跳 那解决不了 每个人这种人太多了 鼻子也能抓 能跳能跑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这种 基本功的积累 很好的身体的这种 身体这种身体力量的一种储备 然后很好的这种心理素质 如果你是个心理非常强大的这种球员 可以 你可以战胜一切的客观的东西 如果哪怕你会受到影响 它会影响你的其他的一些行为 包括球场上 包括球场外的一切东西 它会干扰到你 或者说给你们的压力期望太大了 你就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有一下子就会可能 就跟那个一天跟机器有点僵 一种僵的 明白了 这个我觉得前面可能 不能说我所遇到的 我在到了以后 我到这一开始到了以后 最大的就是语言障碍 对 他们首先有语言障碍 不 他们可能会比我好一些 因为他们必定有接触的这些 这些接触了一些美国篮球的文化 还有你们的这些老前辈的界限 我们当时全是一抹黑 你说这篮球 不光是球场上的东西 你是一个集体 我前两天跟孩子们还说 我说光能跑能跳 或者打好能投进 篮球那只是九牛 怎么说就那十分之一 你光没有那些东西 你比如说拿冠军 或者比如你要取得好成绩 像大摇这个 它有各个方面的因素所具备 你不能说我能工作 那我怎么样 我身上 或者多少个中国人的寄托 我来了 那样不行 现在不是黄继光赌泡眼的时候 确实是你没有一定的这种精神 一种基础的准备 你在这地方可以说是 大家都知道 这竞争的非常非常的激烈 你不行 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或者不会再给你第三次机会 所以说呢 我觉得希望他们能够 武装好自己 身心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 好的发展 因为毕竟有这么好的机会 也是说吧 也说时候也是 为我们这个中国篮球的未来 提供这么好的 很好的这么一个动力 所以说呢 或者更多的孩子 有这么一种动力 更多孩子 希望通过自己努力 能够到美国打球 所以说他们也是好的榜样 希望他们能够以身作则 把自己这个机会珍惜好 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的 职业生涯当中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其实您职业生涯蛮长的 我职业生涯30年了 对啊 当时退役的时候 有怎么想 还是睡省的问题 还是身体的问题 可能伤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我当时因为很多年间是说过 如果我不能够去统治籃球场 统治球场 那我肯定不会 我不会在上面打砸 或者是我不会去跑龙套去 我只要统治不了球场 我肯定退 是我当时的一种 给自己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确实是随数的原因 有没有说 比方说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期间 你拍了很多电影拍戏 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到你说 我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多 不会 它不是任何我吃饭的饭碗 其实我只是玩片而已 我也不是干净的 但我们知道 您拍过几部戏都拍得非常好 这就是什么契机让你去 是谁发现的理由 有这种表演方面的才能 其实我当现在 一不会表演 二不会演戏 你是本色出演啊 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 也是个偶然军 我能名的老相 那时候蒙古都非常有名的导演 叫周克赫 是 他有一个好的剧本 然后也是体育方面的这个 想能 这种感觉写的这么一个剧本 然后他也是希望能够 那第一部片确实是 确实是领先主演 90分钟看那个 每个镜头看都有我 确实是一个好的一个经历吧 后来 因为有了这个以后 后来 大家知道那个 十月威城 确实是一部大的制作 是 然后 说明陈德森导演和陈德森导演 确实是咱们可能 毕竟这班都是才人嘛 才子嘛 一定 他有他的这种广阔这种 试演 试各种常识 各种角色 各种角色都想试一试 所以说呢 我很荣幸的拍在了其中 我知道您在最近没多久以前 也拍了 又杀青了一部戏 您就上演了 应该 没有没有 我们是这个是今年年底 年初的合赛片 哦 还没开始 这应该叫 等于第一部应该有 是我们周星驰监制 徐克导演 徐克导演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制作 应该是连续这个前面 西游祥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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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讲到您退役以后 那为什么您会选择在修 其实您跟修监并没有在火箭队打过球 对吧 其实这也是个偶然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打完马次以后 我牵了多伦多 对 然后因为当时离开马次以后 到了多伦多 整个就是举家 举家搬家 都往多伦多 然后多伦多 打了半个赛季以后 我看受伤了 除了一号呢 就是要再次回到美国嘛 肯定要转了嘛 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奔着朋友来了 就这么简单 都奔着朋友来了 就把家安照 这地方越待越好 越待越好 人家地盈地方很舒服 所以说也不是因为那当时有大瑶也在 对 大瑶也不能算因素 只能说我这个兄弟在这 但是生活当中可能没有更多的会跟大瑶有些 所以说生活当中还冲着两三个朋友来了 然后就一直在了十几年 什么好的地方 对 对 然后你退役之后 知道你又开始做 你一直没停着 现在我们在六阶街开始搞教育 是吧 也不能说教育 就是毕竟自己干这么多年的篮球 然后退下来以后呢 你让我干别的 说实话 可能要干不了啥 只能是去 你肯定啊 那不是主业 不是主业 但这个就是你的主业 那我们现在就想跟你介绍一下 如果你在美国 现在目前在休斯顿 我知道你成立了一个叫做这个跟阿拉中央 对 我很有幸能够 在我退役后 能够结识阿拉中央先生 然后我们俩的一些想法 不谋而合 然后在一起 因为阿拉中央先生 退下来以后 一直在从事这个青少年的培养和培训 所以说呢 他已经搞了十几年 所以说他非常有经验 然后我能够 有幸能够 我们这个 能够到一个集体 成立一个集体 成立一个team 然后我们俩 和大家一块去从事 虽然是跟篮球有关 但是完全是一个 另外一个一种形式的 一种方式的 所以我们也是在一边努力工作 一般去学习 也一边在学习 一边在努力工作 这么一个状态了 对 我知道您现在这个体育中心叫做 这个阿拉中央巴特尔梦想运动学院 梦想运动学院 那这个看来就是一些 主要是提拔这些年轻的小孩 大概年龄大 因为为什么叫梦想呢 因为这个字 其实是跟阿拉中央先生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阿拉中央先生 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求斯顿 尤其是德州人 因为求斯顿应该是 对阿拉中央先生 非常了解的 也是我们群士英雄 对 所以说呢 他的追梦这种历程 或者是我从小怎么说呢 当然根据笔记 奥先生来说 肯定是差的十万八千里 但是我也 人家有大梦想 我也有小梦想 所以说呢 我们俩能够 大梦想和小梦想 能够躲在一起 然后我们能够 希望能够发生这种 很好的这种化学反应 然后能够 让更多的这种青少年代 因为阿拉中央先生 前面一直在 像南美啊 非洲啊 他就搞了很多的 这种青少年的篮球培训 就缺少这个 亚洲和中国的 这个方面的 正好我们俩不抹而合 我有中国的 我也是中国球员 在中国可能会 在中国有更多的 这种青少年 喜欢篮球的青少年 那我们想 能不能把它整合起来 或者是让他们 能够有更好的平台 让这些孩子 能够去追求 自己的篮球梦想 所以说呢 我们俩 就是提供这样的平台 让更多的 中国的 喜欢篮球的青少年 能够有更好的 这种比赛的平台 和这种 和美国这个高水平篮球的 这些这些 比如说高中啊大学啊初中啊 包括这些东西 能够有很好的 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 交流这种平台 我们就想做成把这就是 比如很多的这个中国的 喜欢篮球的这种孩子 能够到美国去看去学 去了解 对 而且我们现在做的 另外我们想做的 还有一个更不同 就是让 希望更多的美国孩子 你参与 更多美国孩子 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 或者 让更多的美国孩子 能够到中国去 嗯 不光是让他们了解 让中国孩子了解 美国的篮球文化 我希望能够 中国的美国孩子 能够到美国去了解 中国的文化 并不见得是篮球 但是就这么一个 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好的一个提议 我们也在奔着这个方向 在努力 还有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出来搞这些专业 就是专业的一些 篮球的这些交流 以外 我们还在 头一回 又是在第一个这种 叫篮球教材真人秀 这节目呢 是 我们请 我们请一些 NBA的传奇巨星 包括像德里克斯勒 奥拉卓 Robert Hawley 这我想都是我们秀孙的 出世英雄 所以说呢 然后中国来的几个孩子 来了七个八个 然后美国当地有五个 然后就是搞这么一个家庭 然后在德州赚了时间 包括达拉斯啊 深海农尼奥啊 包括路过一些 各个農场啊 去了好多地方 我们就准备拍这么一个 叫篮球教材真人秀 然后这个过程呢 非常非常的 到目前为止 都非常的顺利 大家孩子们也非常高兴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了解到了很多我们德州的文化 德州的名声古迹 德州的美食 这些孩子都都很好的去了解了当地的一些 包括一些风土人情啊 包括这些和美国孩子的一种融合啊 一开始的不适应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一开始的 甚至可以说有点 深属 深属和敌对那种状态 也不能叫敌对啊 就是还是 就是比较 孩子们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有个性 我也不能说他们这个性好吗坏吗 反正反正在成长层中 成长的烦恼反正都是 一开始的这种相互不理到一点一点的 能够有很好的这种交流 到后来住在一个房间 我觉得其实我们搞一开始搞的 需要搞的这个宗旨也是这样 能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平台 让更多的孩子相互了解 像因为我们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背景 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差异 一开始让他们能够像哥们一样 那不太现实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 就是通过这些努力 能够有少部分的美国孩子和中国孩子 能够相互了解 然后能够相互去融入 相互去理解 相互去支持 最后成为一个team 成为一个 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目标也是这样的 能够有 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目标就是 说个大话 正能量 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 好的这么一个 好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有好的结果 我想一定会 所以说我们搞这个节目也是 能够让更多的中国的观众 中国的这些孩子们 去了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或者我们干了什么 希望到时候能够 让广大的观众们能够去了解到 我们这种努力 我们的这种初衷 我们这种目标 我们这种理想 能够有更多的孩子 或者更多的人 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 让我们一起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好 帕克尔 非常感谢你这个宝贵的时间 这个采访 祝您这个在修寸 祝得愉快 好 咱们下次再 对 下回再 因为这么好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的 说心里话 确实是 好山好水 好风光 好 常回来看看 没有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活节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